哈喽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Easy Education 我是黄老师 今天要让你们轻松学国语哦 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 Gatta Gandhi Namadiri 也就是人称 在人称里面我们有分成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 第一人称就是我和我们的字 第二你和你们的字 第三他和他们的字 我们先来看Gatta Gandhi Namadiri Bhattama 就是第一人称 然后第一个非常的简单哦 Saya就是我 那我的例子上是这样的 Nama Saya Yala 就是这个人在自我介绍的时候 他说我的名字就是这个什么什么 Ossas 世界上最长名字的人 好 那除了Saya是用我以外呢 Aku也就是用我的意思 比如我说呢 Aku didapachaya Apa yang kamu jakab 我不相信你说的话 OK 摇头我不相信哦 那第三 Aku也可以用在和上帝说话的时候哦 比如说 Ya Allah Aku telah insaf akan kesalahanku 就是上帝啊 我已经觉悟了 我知错了 这样的意思 第四 Hamba是我 而这个我呢 是古代的人称自己 比如说 Hamba akan melawan lanun lanun itu 我一定会好好去攻打这一些海盗 Gata laksamana hank du'ah kepada venda hara dun pera Laksamana就是海军大将 那你看到Hank du'ah 这一个字 你就知道他是古代的人哦 同学们 你看到我这个黄褐色的背景 你就要知道 这个字是跟国王有关的 现在这里我们学到的是pate 是我 就是你在和国王说话的时候 叫自己 叫pate 你可以这样子记 你怕在国王面前说错 说错话 所以你很怕 你就叫pate 那例子上是这样子的 安分端骨 pate akan menjunjung segala perintah 端骨 就是说 国王啊 我会听一切你的命令 kata hank du'ah kepada sotan man shoshah 就是hank du'ah 对着 sotan说 我一定会服从一切国王的指示 yes your highness 第六题又是一个国王的字 比如 beta是正 那国王称自己就是正 不能叫我 那例子上是 beta mahu negara ini vergambah maju dan makmur kata sotan simpsons 这个书单说呢 正要这个国家越来越繁荣 一切 kami是我们 而这个我们是不包括听的人的 比如说呢 boleka kami vergawan dengan kamu 我们可不可以和你交朋友呢 tanya aladdin dan abu kabada perempuan itu aladdin和abu 问那个女生 所以女生是听的 这个我们 没有包括女生在内 kipa kita 我们 这个我们呢 是大家的意思 那你就可以记 kita的da 就是大家的da 这里的kita 就有包括听的人了 比如说 kita musti la 我们对老人家一定要尊重 而且要有耐心 好同学们 地人称就完了 现在我们要进入 kata gandhi namadiri kudua 第一个你学到的 有kabu 你 比如说 saya berjalan lebih cepat daripada kabu berbasikal 我走路比你踏脚车还快 第二 awak 是你 比如说 apakah yang terjadi kepada awak 就是 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这样 第三 anda 是你们 那这个你们 可以是任何一个你 不止点你 可以是你 你 你 任何一个你 比如说 anda 什么 tidak dibenarkan menyalin jawaban 你们 所有人 任何一个你 都不允许 操答案 kata enjeh shafiq kepada murik murik enjeh shafiq 对着他的同学们说 任何一个你 都不允许 操答案 anda 另外的一个意思 你 是 看不见的你 什么叫 看不见的你 就是 书本上 纸上 说的你 比如说 tulis jawaban anda 把你的答案写在答案纸上 这个是他答案纸上面的那个题目 只看不见你 第五 kau 这个你 带有生气的意思 比如说 cheese brani kau menjuri bahan selekan saya 就是 你竟敢偷我的化妆品 你看他的样子 非常的凶 第六 kau 这个你可以用于晚辈 或者是同辈说话 不能够和长辈 这是不礼貌的 比如说 jangan la kau mulihat saya dang amata yang bussar 就是 你不要用这种大眼睛来看着我 怎么他的眼睛这么大的 第七 kau 有您 这个名字的 就是上帝 你在跟上帝说话的时候 比如说 yad duhan han yu eng gau lah yang aku serah kan diri 就是说 上帝 就只有您 我可以把全部的我交给您 这样 第八 duan hamba 指的是你 那这是古代的你 ok hamba 是古代的我 so duan hamba 就是古代的你 比如说 bagaimana duan hamba de chedera 就是 你是怎么受伤的 tanya hang duah kepada了 laki itu hang duah 问 那一个男生 所以刚才我也说过了 hang duah 就是古代的人 又来一个与国王有关的字 duan ku 就是我的君主 国王陛下 你 在国王的面前 你叫国王叫叫他 duan ku 比如说 ampun tuan ku batek tidak berniat berbuat begitu sembah han li kepada raja 就是han li 对着国王 说 请求国王 原谅他 他说 我并没有意 那样做的 ok 我是无意的 然后第十 kalian 就是你们 比如说 pergilah kalian dari sini 就是 han 神器 说 你们 给我 滚开 离开这儿 他们都很怕 因为 小猴子有刀 好 同学们 第二人称完了 现在我们要进入 katagandhi ndamadiri ketiga 第一个 你学到有 dia 和 ir 这个是 I 大写 I I A ir 是他 指的是 普通的 他 就是一般人 普通人 比如说 diam makai chermin matahitam apabila menangis 就是 当他哭的时候 他就戴上墨镜 不要给人看到他哭 但是你们还是看到了 他的眼泪 好 第二个 nir 是 他的 那这个他的 就要用在名词的后面 比如说 所有人都等 Stefan 把他的答案 写在黑板上 每个人都在等 第三 beliau 这个他呢 是 你尊重的一个人 那你就记他很好料 就叫他beliau 这样就好了 然后例子上 beliau yela sorang belakon yang terkenal 就是 他是一个 很出名的演员 好 我非常喜欢看他的戏 又来一个国王的字 baginda 就是 他 这个指的是国王的他 baginda yela 是orang raja yangvai 他是一个很好的国王 好 同学们讲到国王的字 你除了要会 raja 和sotan 指的是国王 和sotan以外 你还要知道 pamaisuri 就是皇后 bhutra bhutra 就是王子 还有bhutari 就是公主 因为这一些字 你看到这一些字 你就要用国王的字 最后一题 mareka 是他们 比如说 mareka 会思考的人 好吧 同学们 今天的课 我就讲到这儿 其余的我们下期再见吧